大家好,我這條影片是講2015年的DSE MC第31條 是飛機坐部分 可以幫到大家做SP 第31條 以及2010年的第3條 不是常考的題目,你看到不是很密 沒有2014的題目 但也要學一下怎樣做 題目就是這樣的 有四個選擇 你見到選擇可以幫你做些事 你見到選擇全部份母都是豁護著的 即是說是Factorize 了的結果 我們就要把這條題目Factorize 所以這個要Factorize 大家可以用按機器的方法 按一下Factorize 你用Cosmephy也可以 用Ideality也可以 按機器,因為這個可以按 Formula01 A就是1 B就是-2 C就是1 算到1和1,兩個1 即是會得到X 即是這裡寫 算草 X2-2x加1 那就算到X等於1 即是那兩個括弧 就會是X-1的二次方 X-1乘X-1 即是X-1的二次方 這裡就會寫X-1的二次方 Factorize 了 這個又按機 Formul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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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1 然後是-2 然後是1 和-2 即是X的二次方 加X-2 就是X等於-2 和X等於1 即是會寫到X加2 和X-1 那就會寫到這兩個 X加2和X-1 寫到這兩個Factorize的結果 都有點像 又有加2 又有些-1 OK 那怎樣做呢 要通份母 通份母怎樣通呢 由於這裡和這裡 我們要找個LCM 怎樣找呢 就是X-1的二次 和X-1 和X加2 找LCM 怎樣找呢 大家都共有的 就拿最大次方 沒有的 LCM是拿完的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通份母 就是X-1的二次 X加2 OK 記住 大家都有的 就拿最大次方 沒有的 都要拿 沒有的就拿 這樣就通過份母 那你份母這個 多了什麼 多了X加2 那份子便照成X加2 是吧 OK 份子多了這個 份母多了這個 是吧 那這邊 它多了些什麼 它多了 它多了些什麼 它多了些什麼 多了個X-1的二次 就是份子都要乘X-1 OK 那當你通完份母 就可以夾在一起減 OK 一起減 一起減的時候 就可以是這個 減這個 那就是X加2 減 你留意 減這個 是括弧的 可以嗎 這個為什麼不用括 這個不用括 這個為什麼不用括 因為前面是正的 正加什麼 它都不用變的 但是後面 附加一點 就有些機會變的 所以是負 所以這個減就是X加2 減X加1 答案就是 沒有了X 3 over X-1 的二次 over x加2 那答案便可以計到 答案便是C OK 答案便是C 好了 老師說很複雜 有NF 老師為什麼你教我 因為有一個特別的方法可以 是很穩陣地計到這個答案 而又不用做這些那麼難的 複雜的方法 什麼呢 就是代數 代數 代什麼 就是 記住 濕出 都濕X 即是未知數 代2是最好的 那2就沒問題 代2 那會得到什麼答案 A這個選擇 會得到什麼 不要再做這個 濕下這個2 濕下這個2 是等於什麼 濕 X等於2 下去 會得到什麼答案呢 我一起計算一下 分母 2的2次 不如寫在這裡 2的2次 減2乘2 加1 再減over 2的2次 加2 減2 是不是 那會出到什麼 2的2次 減2乘2 加1 是不是 分母是1 分母是1 減後面 2的2次 加2 減2 分母是4 那1 1 減1 over 4 答案就是 3over 4 只要找到誰選擇 計算到3over 4的話 就對了 那就代了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 1over 2減1 乘2 加2 2 即是多少 即是2 1 這裡是4 1over 就是這個不對 然後這個就濕了 2減1的2次 2加2 又代了 那這裡是不是 1 1的2次加4 就是4分1 那又不對 然後這個就濕了 2減1的2次 2加2 2加2 這個是3 分母是1 4 即是3over 4 對 成功了 這樣就濕了 OK 行不行 方法是可以這樣的 方法是可以這樣的 OK 希望大家也可以掌握到 原來代數也不難計 而且還要NF 希望幫到大家做 可以做這兩條 這條不用的 這條是錢的 這條是可能要的 那現在就這樣了